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,我是阿兰 今天到山里面的一个小深坑 还有一个洞穴收这个平级夜调 不知道有没有收获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就是下面这个小深坑 看到瓶子全部被拉到里面了 估计中货 不知道中了多少条 太高了,也不知道是种了什么鱼 绳头在那边 现在过那边去把绳头解开 也不知道种了多少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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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这里就把它拉起来了 看到一条 这种地方水泉是通往地下暗河 当时来放这个瓶子掉的时候 幼儿是用蚯蚓和这个石螺,石螺的肉 等一下那边洞穴还有几个 诶 种了一条 这么多瓶子才收获一条鱼 而且非常的小 粘鱼 收获不是很好啊 小粘鱼 小粘鱼 先把它放在桶里面 水都没办法下去取 等一下这个洞穴在下面 我们下洞穴去再收几个 这个洞穴下面比较黑 在这里就要打开手电了 目前看到这里有一个瓶子没有中货 里面还有 这边 种了一只 大货值钱 这一只只满 值几百块钱 这里面 刚才看到好多鱼 油 可惜我一过来动了它鱼又跑进去了 全是通往地下的水啊 没有带草网过来我直接提上来 希望 不会跑掉 甲鱼 今天搞了一只龟 大家伙 这个差不多两百块钱一斤了 我们现在就要走上去了 在这里比较危险 看一下啊 有两个坑 特别小 水是通往这边那边的 那里面比较大一点 走吧上去了 这里面 又是那个 螺肉 外面那里也有螺肉 外面就种了一条鱼 哎呦 地方太窄了不好招住 哇 钩子到这个 很深的里面了 要用打武器把它勾掉 然后拿到上面去 在这里 又把它掉下去 好 这个家伙 我第一只钓刀 好 现在走到上面平坦一点 就安全一点 在这里不安全 大家尽量不要模仿 这种地方非常的危险 好 这只发财了 这一只甲鱼鸡马油 两斤多应该有 现在我们过平坦的地方 过来看一下 钩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 哇 我真怕了 看一下 可以啊 第一只钓到这个王八 太凶猛了 我说试一下拿一根木棍 看一下它会不会咬 哇真的咬的不放啊 好 剩这条鲰鱼 太小了就把它放生了 有这一条就够了 好把它放生 洞穴 想不到出这个甲鱼出来 这边水比较宽一点 就没有种多少 就种一条鱼 可惜了 这只收获也不怎么样 但是有这一条就够了 只几百块钱了 这一条 如果两斤的话 一斤差不多两百 就三四百块钱了 好现在就回去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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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